高麗菜絲 哈囉大家好我是Ray 那今天要來教大家做造燒雞 那今天做的可能沒有到很傳統 對就是有點像5G的版本 家常 對比較家常的版本 現在要先做的是高麗菜絲 就是一個比較清爽的配菜 其實高麗菜也是可以生吃 合適的陽食 他們旁邊附的那一坨 他們都不是附生菜 是附高麗菜 那我們高麗菜先把裡面這個梗切掉 後面比較老的葉子我們可以把它去掉 高麗菜它不是這樣子彎彎的形狀 我們可以從中間把它對切 這樣子切出來的絲會比較直 會比較漂亮 那這樣子切好之後我們就把它 先放到一個盆子裡面備用 切完我們可以直接先冰起來 那我們到要吃之前 我們再給它做簡單的調味就好了 高麗菜它水分其實很多 我如果先調味的話到時候會出水 它就會有點像是醃的高麗菜 再來就是超市買回的雞腿 直接買去無雞腿就好了 那我之前影片會一直強調的一樣 我們東西在煎之前啊 一定要把它擦乾 要讓雞腿皮脆 第一個步驟也是要乾 我們準備一個盤子 然後把雞皮面朝下去 把它鋪在衛生紙上面 雞皮整個都擦乾之後 它才有辦法去煎得完整 煎得漂亮 那肉面也是可以先鋪一張紙 把它多餘的水分吸掉 等一下我們煎的時候 它會更完整 那我們來準備照燒雞的醬子 那一般照燒雞 它用的照燒醬啊 是要花比較多時間去準備的 那提前一個晚上 把昆布泡在醬油裡面 然後隔天再煮的時候 可能會再加柴魚片 那我今天做的是素成版的照燒醬 我們先是醬油 醬油 然後再來是味醂 味醂的量大概是醬油的一半 最後我要加東西不是清酒 我會加威士忌 對 這是做威士忌版本的 我自己也沒有吃過 好接下來我們要煎雞腿 我們把鍋子燒熱 然後下一點油 油不用下太多 只要能潤鍋就好了 我們把鍋子底下跑完 然後旁邊跑完 讓鍋子充滿油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雞皮本身還會再出油 我要把我們剛剛煎好的雞 放下去 蛤 不是煎好 幫我們剛剛擦乾的雞 擦乾 對 皮是乾爽的 下去就不會噴 然後我們放的時候是往外放 往外放的話 油才不會噴到已經吃得上 這樣子往外放 那雞皮就會貼到那個鍋子 然後把火轉小 然後慢慢的煎 雞皮把它煎到脆 通常需要四到五分鐘的時間 趁著煎雞腿的時間 我們來煮醬汁 我們把剛秤好的醬汁 下到鍋子裡面 再來是威士忌 通常醬油跟味醂跟清酒的比例 通常是3比2比1或是2比2比1 那這次用的是威士忌 那詳細的比例 我一樣會打在下面 再加一點沙糖 下火滋滋素 回修圖了 雞肉間它皮上色之後 我們現在肉麵調味 少一點鹽巴就好 少一點鹽巴就好 少一點鹽巴 雞肉是直接計時大概五分鐘 五分鐘之後 我就把它翻面 利麵現在是金黃色的 這是一個酥脆的雞皮 我們雞肉翻面之後 把下面稍微變一下就好了 然後進來跟雞肉一起煮 這邊我們用小火 一樣再煮五分鐘 它就會完成了 那詳細我們煮到這個樣子 它可以看到它的醬汁啊 它很像是煮糖漿有沒有 那種泡泡的 然後很濃稠 然後整個雞上面都被沾滿了那個 我們的照燒醬 這時候雞就可以把它拿起來了 淋上我們的照燒醬 剛切的高麗菜絲 我們做最簡單的調味 一些鹽巴 然後白醋 加一點點的味醂 不用給它過多的調味 我們去提一下那個高麗菜 它自己的鮮甜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剛剛的照燒雞 可以把它切開了 鮮嫩多汁煮得剛剛好 自己講 好棒喔 最後再給它淋一點靈魂醬汁 好棒喔 好棒喔 那這樣我們的 威士忌照燒雞就完成了